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主教所说的相信是指不需要明白任何事情 只要感情上完全顺服教会所说的 这岂是真实信心?信心不是建立在无知上 乃是建立在真知识上 并且这知识不仅是认识神 也是认识祂的旨意 我们得救恩并非因为听从教会所定规的一切 无条件信以为真 也不是因为将查考和认识的责任都推卸给教会 我们得救恩乃是因为认识神是我们慈悲的天父 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并认识父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生命 我们是借此认识 不是借着感觉得以进入天国 因为当保罗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时 他表明人不明白也不去考察 就凭感觉去信这是不够的 反而他要求我们清楚认识神的恩慈良善 但是我们称义的根基 我们不否认 人人都有所不知 被无知环绕 我们承认对许多事情是模糊不清的 直到我们脱去肉体时 我们才能更亲近神 更加清楚 对于这些我们不清楚的事 我们最好是保留判断 不要做最后决定 勉励自己持守教会的合一 然而若以此为借口 假谦卑地将无知称为信心 则是极其荒谬的 因为信在于认识神和基督 并非在于敬畏教会 我们看见天主教利用他们自己 盲从的信心建造出此庞大迷宫 任何事情只要假冒在教会标签之下 有时甚至是最可怕的谬误 未受教育之人就毫不分辨地奉之为神谕 这种粗心大意 且异于上当受骗 将他们带到毁灭的边缘 然而天主教却为这种盲从之信辩护 只要说这就是教会所信的 人们就无条件地相信任何事 如此 他们幻想 他们在谬误中拥有真理 在黑暗中拥有光明 在无知中拥有真知识